谢谢 谢谢 谢谢陈刚兄 感谢 谢谢江南高校文学社 袁野兄 陈刚兄的邀请 今天就很荣幸 给大家做一个文学主题的这么一个讲座 其实就是找一个话题 给大家聊聊文学 就是慢聊就是慢无边际的聊 在现在这个年代 就是知识爆炸 信息爆炸 到处就是人们谈金钱 每个星期多年多都有讲座 但基本上都是讲地产的 讲金融的 虚拟货币的 教人们如何赚钱的 聊文学的话 感觉到离我们的生活太过遥远 太不现实 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痴人说梦 所以感谢大家能来听我胡说八道 中国的先锋文学和美语作家 文坛八卦 然后先锋文学 那得绕开的话题 要先从这个中国当代新时期的这个文学的繁荣 那个时候聊起 那这段时间的顺序 就是先锋败小说 朦胧诗歌 朦胧诗意识流 朦胧诗意识流 新潮小说 商汉文学 还有知青文学 寻根文学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先锋文学 那么每一个浪潮都有一些代表人物 那么从中国当代的文学聊起 我们先找几个大师级的代表人物 王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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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贤亮 韩少公 贾田蛙和铁宁 那么接着就给大家聊聊韩少公 韩少公原来是湖南的乡军里面一个重要人物 在王猛那个时代 韩少公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寻根派的青年作家 在湖南 是乡军里面 排三个都 前三个都会排到他 他去海南呢 和叶卫林一起 到海南一起去组建 好不好意思 走神了 这个斯拉拉的也是随便做一做 身边的人和我说的内容有关系 但是说的时候 那就自由发挥了 少公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型的作家 他在很多方面都被人当作一面旗帜 他也是当代文学中的 一个大世纪的人物 我前面列的这几个都是大世纪的 那么他做过很多事情 都是作为一片旗帜 包括大海南之后就创办海南计时 包括翻译米兰昆德拉的作品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这个是和他姐姐韩刚 两个人一起合作翻译的 包括后来写 所以这个马桥词典在中国的文坛 也引起一些评议 引起注目 非常重要的作品 文联作协 先后都是负责人 他的生活安排的 也是行人流水 喜欢田园生活 有时候就会在湖南的农村 每年住上个几个月 湖南的密宝的乡下盖的房子 是当年他插队的地方 退休之后 有时候就到湖南的乡下去 每年住几个月 他在文联作协负责的时候 担任主席的时候 也经常在海南那些挂职 曾经挂职过琼海的市委副书记 韩少公 他在实际生活中 我接触最多的一位文学大师 他也算是我的一个兄长 开会的时候 文学圈 他互相之间 叫名字 也就叫少公 尤其因为我做职业编辑的 我的很多作者的年龄 也都给我打了 叫名字 私下也不知道 在他家吃饭的时候 叫哥 少公哥 少公大哥 包括刚才 给这个 庞敬大哥一开始聊的河谷 也是这种关系 河谷 他是我的作者 他跟我写过伞 我修改他 那么开会的时候 我叫他河谷 但他要请我吃饭 我就叫他哥 这样的关系 那么 蒋田蛙 蒋田蛙是陕西 作家群里面 最重要的 我认为 应该排第一 他的文学成就 他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虽然有我们刚才开始聊了 三棵大树 三架马车 但陈忠实 陈忠实有点强势 也好 陆瑶也好 陈忠实出现的 在文堂上的时间 要比甲片蛙 稍微晚一些 然后他的作品 长篇非常重 中短篇 甲片蛙要多一些 海内外的影响 甲片蛙还是大 甲片蛙毫无疑问 说第一 在山西 但这个有争议了 陆瑶已经去世了 陆瑶写的大步头 短篇等我学讲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甲片蛙 他原来也经常去北京 我见他 也是和他有冤一冤 甲片蛙废都的责任编辑 田真影 就是十月的副主编 田真影 也同时是我的 海南无梦的责任编辑 所以 我们在北京见个面 那么 这大师里面 最后一个介绍的 就是 铁宁 也是当代文坛 非常优秀的一个女作家 当代文坛 新世纪文学 有很多优秀的女作家 像张杰 钟璞 王安逸 方方 再晚一些的 林白 红颖 天津的赵梅 广州的张梅 这都是接触过的 那么 这里我们聊一下铁宁 是因为铁宁 他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正部级的干部 现在已经是副国级了 现在还兼副委员长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担任过的人不多 在他之前 在铁宁之前 只有矛盾 巴金 巴金担任作家主席的时候 很长的时间 他都是一个象征 一个符号 不管事的 就像收货的主编是巴金一样 他就是一个象征 一个符号 文学的泰斗 80多岁 他挂着 包括他去世几个月 收获的主编 还是巴金 他女儿李小林 就是不愿意挂这个主编 那么 到了铁宁这儿之后 中国作家主席 就变成了真正的 实际的一个 正部级的职务 不像原来巴金做主席 一些潮年 巴金住在上海 做一些机关管事的 就是助会的那些副主席 还有一个党组 那他们管事负责 铁宁做了主席 就是 做一些机关的 事务 那他当然是一把手了 这个和他的资历 也有关系 很年轻 二十多岁 就 他是河北人 最早是在 一个地区 保定地区的一个杂志 当编辑 写 写的小说 有一个又获奖 又拍电影的 阿湘学 还有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美女和红衬衫拍的电影 是这个红衣少女 然后他应该是29岁 就做了河北省 做协副主席 温联副主席 这个样子 三十几岁 就是做协主席 省里的作协主席 然后06年 48岁49岁 北京开这个文代会 他就被选为 中国作协主席 和很多朋友聊 他们说 这个也不意外 因为他那个时候 就已经是 作协副主席和 中央副部委员 那个时候已经 中央副部委员了 所以他的资历 是 做这个中国作协主席 大家好 我是燕大侠 燕大侠将会与您一起 看世界 观世界 放眼大千世界 纵览花花世界 请关注和订阅 燕大侠三千世界 谢谢